大家好,我现在在湖北省荆州市 荆州市代管的建立市 以前是建立县,现在叫建立市 建立市下面这边有一个镇叫陈济湖镇 来之前我大概也看了一下 应该这边有好多的老房子 明清那个时代 但我现在没有找到 一会儿我们去找一找 刚才我因为正好绕到这边了 这应该是油菜花吧 我对油菜花很感兴趣 油菜花你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路上全这种大片 尤其江陵县和建立县这边 有好多种油菜花 油菜花不是 包括你现在看好像你看不出它的高度来 其实它是很高的 我觉得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看现在我站的高度 跟它这个 首先确定这应该是油菜花吧 是吧 是油菜花 你看那边也种的 一大片的油菜花 我现在站的高度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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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 有的比我 比我 哎 好 因为那边是个坡 相对什么的 我觉得得有 得有一米五六 一米七吧 对吧 一米七一米八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 你远看觉得好像就是一片油菜花 你把地上的感觉还有一个米分采米啊 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个高度啊 你之后走近啊 你才知道啊 这其实还是很高的 因为可能那个前段时间 是不是这个油菜花也分品种是吧 有的品种可能那个 哎 一些有的品种高一些 这边的品种还是很高的 但是 比我想象下高很多啊 包括那边 因为你远看的话 没那感觉啊 真的 你确定不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世界的认知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 是吧 只有你亲自 可能你眼见啊 但是这个距离啊 你 你感觉不出来是吧 因为你可能那个房子 你看 几米高 但你 你可能这个传统的认知啊 你觉得花嘛 是吧 花呢有多高呀 是吧 几十厘米 也就 也就那个样子啊 但这不是这样啊 这个 一米五六这个样子 还是很高的 咱们还是沿着这个这条街吧 当然这条街 我都没有找到那个 明清那时候的一些建筑啊 我觉得可能没有找这个地方 我慢慢找吧 是吧 所以好 这次亮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亮的晒的像一些 小鱼吧 小鱼干啊 但是这个鱼 也很毕竟啊 你看这么小的鱼 很小 真的很小 刚才那个 路过的那个大姐啊 很感谢 嗯 这么这么一点点鱼啊 也要把它收拾得很干净啊 所以 还是很费劲的啊 这个鱼大概几厘米啊 六厘米啊 六厘米啊 六厘米大 城市啊 就是 禁止销售的活街啊 但是在这个 县城啊 什么这种 还是可以的 我们还是往那那那 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吧 是吧 往那边走 一会儿我们找一找这个 这个鱼街在哪里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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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 建立这边 他这个门啊 就是 我记得我拍过一个 那个是哪个 哪个站的啊 他这个门是这种大的木门啊 我觉得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是吧 和别的地方 他整个的下面一层 全是门 这个可能和这个夏天的通风有关系 因为这两天其实 白天的话已经特别热了 我估计能有二十五六度吧 嗯 但是 这个中国特别大 大家也都知道啊 你像这个 嗯 东北那边可能还是比较冷 北方是吧 但是南方这边 嗯 已经很热了 早晚可能有一点点凉啊 但是中午已经很热了 看这边有条 有条 有条河啊 有条那河 这边大家在这个打麻将嘛 因为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农村地区啊 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活动 这个 这个也真实啊 没有特别娱乐活动 所以 那没有比较相对来说啊 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事情 那就是打打麻将 打打麻将这样 然后老人们可能就是 那唯一的聊天晒太阳是吧 也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 打卡了拍照 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桥上是吧 这个桥上是吧 应该桥上也都住了好多老人家了 就是 聊聊天 有桥肯定有河吧 是吧 有桥肯定有河 你看这有一条 这个 很小的一条河吧 甚至都可以称的为一条水河 这个桥应该是好多年了 但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连廊了什么 也不是太久了 看一样的 我们沿着这个桥先到那边 到那边我们 走着看吧 刚才我大概也查了一下功率 这边应该是有一个 叫石板街的一个巷子 周边可能有一些老的民居 但是我现在还没找到 我们慢慢找一找 这边应该是个小学啊 叫陈吉小学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吧 是吧 往这什么方向 往这个方向走 刚才有一个卖早餐 叫桥头早餐 现在12点了 应该是 应该是个陈吉小学放学了 要拿了 好多小朋友都 回家一下 这条街啊 就是基本就是 还是这个 现在的这种 这种这个乡镇了 农村的这样的 因为是镇子嘛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 一个镇子的东西啊 所以就是还是那种 很典型的镇子的特色 对吧 两边都是自建的房子 然后下面这个一楼的话 会租给这个 做生意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布置 这个布置 我去看 这个布置 这个布置 你 这两边基本你看也是童装垫了 这个垫这个水暖了这些是吧 这个有个超市 这个超市是不是不开了 教育啊还有KTV啊 KTV现在可能晚上会开吧 饲料是吧 因为这边毕竟是这个乡镇嘛 乡镇有一条这个饲料 刚才我问了一下就是那个 那条谷街啊应该在就是刚才我们拍的那个桥那边啊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装在这个镇子上吧 是吧因为 怎么说了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去看一下那个那些房子啊 然后拍几个照片打个卡 我觉得 来一趟啊 意义不大真的也不大 我觉得还是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能不能去思考一下是吧 就是 这些东西啊它的怎么留下来的是吧 它们和现在有所同样的 关节了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意义一些吧 可能说现在我们走好像是悬逛啊 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 但我觉得我们走的多了 慢慢慢慢也能体会出一些东西吧 这个有卖这个粉妆鼠 所以这个 现在啊好多这个 好多人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啊就是 但是 也不说是南方北方吧 哪怕是广东地区啊 广东地区真正说人口密集的地方 其实 其实只是在珠三角这个地方 是吧 你要像广东的 我们说的叫 俄北地区 俄西地区 是吧 那些地区 其实他们都要出去去打工 但是呢 那你不想打工啊 有一天你想 要回到这个镇子上 是吧 回到镇子上 做一些事情啊 到底做什么事情 这也是个问题 当然今年提出来的就是 城镇化啊 是现代化的必无之路啊 就是大家还是要往这个 嗯 起码要往这个镇子上聚集 对吧 要往这个 城市里聚集 乡村肯定的人是越来越少啊 这个 这个不是你想不想 带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没 没什么可够的 但如果说在镇子上啊 嗯 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 这也是个问题 啊 这是城镇到汪桥道建立的 这应该也是个麻将店吧 是麻将管 嗯 确实也没事情做啊 如果说现在也不是特别浓忙的时候 你看在城里吧 可能说那个去 去那个跳个舞了 或者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出去旅游一下了 但是在在农村这边吧 哦 这是这是中学啊 中学 像在农村这边吧 也不是太 太太太能那么特别的 适合这边是吧 啊 医生农村这边吧 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 嗯 这些叫新农河啊什么 但我对那个也不太了解啊 嗯 确实 也没有养老金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嗯 也会是一个问题吧 嗯 这是一个成绩镇的初中啊 我不知道成绩有没有高中啊 高中可能没有吧 高中可能就到那个 市里面上吧 或者到这个 到起码就到这个建立建立市啊 建立市上 这是个初中 所以一个镇上 你看这个 嗯 最起码的一个 区 医院 一些镇上 可能叫卫生署 是必备的啊 然后这个学校是必备的 超市了 这些都是必备的 当然说这个学校啊 当然这个卫生署 现在应该 我不知道他们的编制属于什么呀 但学校这会儿应该还是属于这个 尤其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啊 肯定还是属于这个四页边嘛 这个镇子 小学中学 那个乡政府 乡政府不知道在哪里啊 然后感觉也不是太长 应该走到那边就到头了 好来的学校 有些这个福音室啊 可能做一些这个教材了 教说明的东西 然后就是一些这个 嗯 家里用的一些东西 现在也不是说那个 尽管说你看也有什么所谓的 奴送淘宝啦 什么 嗯 但是 也不是所有人都去都去网上买是吧 网上买其实 也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那么什么 什么 这个房子还得有多少历史呢 这个房子还得有多少历史呢 电动车 还是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 吃穿住运行是吧 说这个 有些饭店了 美容美发了 还有些这是什么 这是一些这个农资产 农资是吧 种子那种这些东西 有面馆 便利店 哇 你看这个 好多出去打工的嘛 所以基本这边的方向 到还是到那个 珠珊脚那边啊 好像去那个 去北京呢 和去这个 北京不说了 因为北京目前没有特别的那种 我们说的厂子也不多 上海呢 可能 上海到上海还是远一些啊 你看 包括这边也是 基本还是到这个 珠珊脚那边 我昨天看了一个 数据啊 就京东这边啊 大概 哎呀这边能过去啊 这边有车车能过去 我们走这个桥 嗯 京东这边大概是 这 这十年内啊 就人口流失了 有一百多万吧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 总去不总去啊 但是在外出打工的人口啊 肯定是很多很多的 嗯 因为这边确实 整个京东这边这个工业 这一块啊 不是不是特别的那么 那么那么强吧 我们说 不是特别的强 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岗位嘛 没有办法 那个这个 嗯 那只有出去 出去找那个什么吧 是吧 找更好的这样的机会 这还是那个我们绕过来的这个河啊 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 我们走走吧是吧 走走 这方向然后看看 然后绕到绕到那边应该就能绕到那个 古镇的那个那个街上吧 这个应该是往那个啥吧 这个方向过去肯定就是往那个田地的方向啊 因为这边一大片都种的这个这个油菜啊 这个油菜是不是个季节性的作物啊 是不是种段时间 然后油菜结了那个结了籽结了果 不是就变成那个菜籽油是吧 菜籽油可能收割之后又会种别的是吧 这个这个因为我确实对这块不是太了解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从天种种的那一段时间 然后往那边走走 我看看 哇这两边的好多房 应该是这两年那个新建的啊 建的房子 这两边的房子 你看这边也都种的是这个 应该是油菜花是吧 一大片一大片的啊 确实特别好看 这个这个油菜油菜花 我不知道这个一亩地啊 因为如果说你对这个农业不是太关心啊 或者不是太了解的话 可能不太清楚啊 包括我也不是太清楚啊 这个种一亩这个油菜花啊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季啊 大概这个收入有多少是吧 因为你油菜花整个的这个地 地肯定要算成本嘛 这个地要算成本 然后还有这个 种的这个 种子要算成本 不知道这个化肥了 农药了 这一块有没有成本 肯定的有成本吧 但是怎么算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人工 一亩地大概正多少 所以这些我们可能出来旅游啊 就是就是看看 真漂亮啊 然后跑到这个油菜花前面 合个影拍个照 然后就回去了 是吧 但是你看那边都是一大片的 我们跟这边走走 应该能绕回去才看到啊 嗯 但是对这个周边的这个住户啊 农民来说啊 这是可能他们的很重要的 一年的一部分收入吧 是吧 现在一个很很很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 外出打工的这批人啊 就现在比如说已经到了40岁 可能50岁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可能大批的去城里打工 可能2000年 2000年往后这样 大批的进城啊 但是进城的这批人啊 他们做什么是吧 提供什么的就业机会 这也是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 那么你留在农村里 当然现在现在农村啊 也在 也在这个 一直在推进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 充集体经济 还有就是这个 农业合作社啊 农业公司 是吧 农民可能是 只是出一些自己的一个土地 租给这个农业公司 或者是在这个 农业公司打工 但是这样的收入到底 能有多少 这也是个 也是个问题吧 当然这肯定是一个趋势啊 就是怎么能把这个事情 越做越好啊 这也是我们 一直在思考的吧 你看那一片啊 那一片整个也都是中文 那应该是油菜花 那一片啊 那一片啊 刚才我们也看了 现在它那个 高度还是挺高的 一米五六那个样子啊 远远看上去 感觉好像 感觉不出的吗 你看那个流涂都发芽了 那一大片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 这边这个 有条这个小道啊 我们沿着这个小道 还是过去吧 那边也是啊 那边看 这个修这条道 可能是做了这样一个 一个点绿化 现在我们相当于在这个 乡村的这种公路啊 大家可能也知道啊 这个公路的也是分等级嘛 当然等级最高的 应该是高速公路嘛 高速公路 然后分这个国道啦 省道啦 县道 对吧 然后是香道 还有的村里的道路 村里门前的道路 这个路应该是个 这个香道吧 香道 香道的概念 基本来说 也就是正好够 两个这个车的这个 错下车的位置 那一大片啊 你看 环绕一下吧 你看这一片啊 就是 就是这个田地了 田地 然后 这有这个 那一条路啊 这个路 这有个路长字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路啊 这是叫旅游公路 旅游公路 行政登记的冲道啊 就是村里修这样一条 可以旅游的这样的公路啊 那那边啊 你看那边那个 放大一下 可能看得清楚 就是这个油菜花 花田的后边的一排啊 就是那个成吉镇 成吉镇 所以这个 我们边走边说吧 所以这个 我走过的 就是我走过的 我走过的就是 荆州这边啊 这边呢 因为整个的湖北啊 整个的湖北的这个平原啊 应该是很大一部分啊 其实就是集中在荆州这边 嗯 荆州的话 再往西啊 再往西 荆州最西边是 那个 荆州 荆州 荆州下辖的 我们说荆州下辖 或者代管的这个 这个市啊 是那个松枝市啊 松枝市啊 它挨着那个 挨着宜昌了 所以它有一些丘陵 然后 除了那个松枝 除了松枝这边 基本都是 荆州这边 基本都是平原 基本这个 你说这个 波爵啊 基本都是一大片的田地 一大片田地 然后呢 格子嘛 当然说不管是 香或者是镇啊 或者是这个县 都肯定是有条这样的 这样的街 是吧 然后旁边是田地 这个村呢 就是 就可能是像后边那样 后边那样的房子 有那么 大的聚集在一起 这样的 形成一个冲路啊 嗯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可能也都存在了 嗯 好多年了是吧 上千年就一直 一直是这样一个 一个聚集的状态啊 这有个这个水塘啊 我不知道想 养什么吧 养鱼啊 还得养个小龙虾 因为我不太懂这块 这一片啊 这一片是 你看这一片是种的是藕 种的是藕 这个种藕 我觉得最好看 应该是那个 藕开花的时候 在这个大概 秋天的时候 开花的时候 最漂亮的时候 你看这一片 也都是大的 我们还是这样吧 我们往前面走一下 我们绕过去是吧 绕到那个 古寨上 我觉得这一片啊 如果说 你一定要想看一些房子 什么 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房子 可能会会会会 比较失望啊 比较失望 因为我们印象中一些古寨啊 都是有那个 特别 刚才那个大车司机啊 问我能不能过去啊 说实话我也没注意啊 因为他们去这跑车啊 需要 因为他要去降临的方向啊 他就害怕那个镇上 那个路太窄了 有这个 这个线宽啦 有什么 这个电线啦 确实也是啊 我们可能 不太关注这个东西啊 我们觉得 只要能走就行了 但是他们 因为 因为车比较大嘛 所以 不是太好走啊 还有那句话 那个 我们觉得好走的路啊 别人 不一定 觉得 是坦途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啊 哇 你看这边这个 油彩花 一片这个 很有这个 一片一片的感觉 这个不知道是养的什么 震子上呀 震子上的 他们的住户啊 我觉得很 很大一部分啊 可能他们 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地啊 应该是有地嘛 只要他有那个什么 还是会有地的 但是震上 因为他那个 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聚集 有一些商业的聚集 可能他就 已经慢慢的就是 就是 就是像商业这块去转化了 是吧 所以一个震上 大概能看出一个 整个产业的一些变化 这是在捞什么呀 捞什么东西 这 这个鱼汤 大概在 我看一下 我目测应该是有 有多少 一亩多吧 一亩多不到两亩 一亩是666 平方米嘛 是吧 嗯 差不多一亩多一些 一亩两亩 没有 因为你走的多了 嗯 开始可能 没概念啊 慢慢你 走走呀 走走 你就会 哎呀一亩了 两亩了 走有点概念了 但是我们接着刚才说啊 因为刚才那个大车司机 那个喊我啊 我我以为喊别人 好像我们有点 有点打乱的思路啊 我们说啊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找到那一条街啊 就是 几千年一条街 就像好多的所谓好多我们 可能比较知名的啊 像一些这个 嗯 古镇其实很多啊 比较知名的是 那个上海那边有过什么什么古镇啊 啊 那个我记不清楚啊 那是应该是中青旅吧 中青旅他们 投资那个建的那个古镇啊 包括北京有个古北水镇吧 嗯 但他们好多都也是 一些 后来建的东西啊 当然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但我觉得啊 如果说你 嗯 不是在这个乡下生活很久啊 或者什么的 你来这边啊 你可以 真的可以绕绕走一走啊 当然也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我来了 只看掉了只看到了一点点这个 这个 一点点这个 一座桥是吧 或者只看到一座庙啊 或者只看到这这么一些小破房子啊 那就感觉到哎呦 或者白跑一趟吧 因为跑一趟的话 嗯 我看他们有的是从洪湖过来 反正我刚才查一下功率啊 有的是从洪湖过来 过来单程的话可能 哎 他说好像单程的做到这个 嗯 这是做到 建立 哎洪湖做到建立啊 还是有点距离啊 洪湖建立 建立过去是洪湖了嘛 应该是建立过去就是洪湖 嗯 需要70块钱 然后从那个建立到那个城基镇 还需要45块钱啊 那单程一个人就需要85块 这么贵吗 差不多啊 可能 嗯 我觉得不是单程吧 不是单程 应该是往返 往返 因为单程不可能80嘛 一个一个是40 不可能80 就是 往返 往返一个人的这个车票钱 应该是80什么的 80加45啊 90多块钱啊 如果说你只是 看了一点点的东西啊 我觉得可能会失望 但如果说你 时间比较充裕啊 你可以这么走一走看一看啊 你去 体会体会啊 因为 我们往往就是 这是 这是关注我们眼前的那些东西啊 我们觉得 我们为什么 这个工作啊 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是吧 可能我们走出来啊 走出来 我们看看别人 看看别人的这个生活 别人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啊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啊 都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吧 今天的天气啊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晒啊 可能有一点点 但是这个 风景真的很好啊 你不看这个 京都这边真是鱼米之香啊 这个是没法处啊 就是 种蔬菜了 粮食了 小麦了 那个水稻 是吧 包括这个我们做的油彩花 然后还有这个种藕 种这个 养这个小龙虾养鱼 真是非常好的一个 在农业这块很好 但是工业啊 工业 有一些问题吧 工业我觉得 有那么几个 几个不利的因素吧 一是交通上 我们知道这个工业的聚集啊 最重要一点就是一个 一个交通 像这个湖北这边啊 湖北这边 大家也知道这个 沐省街啊 这个湖中心嘛 一个是襄阳 一个是宜昌嘛 如果你 大概这么跑一下这个湖北城啊 你就大概会理解啊 这个 襄阳和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宜昌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这个交通位置啊 确实是 可能在某些方面啊 还是更有优势一些啊 当然不是说这个 这边 没有优势啊 只是说看怎么来比较 再来看这个时代的发展 是吧 这个阶段可能更有优势啊 但是在下个阶段 这个优势就不那么明显 这样概念 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说这个 经济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啊 你肯定是这个沿海的城市 是吧 这个发展工业了 因为做好之后就麻烦就 尤其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说你的国家 你这个 没有原材料也不重要 不过我们也国家也在大量的进口 这个铁黄石了 这些原材料是吧 你进口之后你生产出来要出口 那肯定要放在放在这个沿海边吧 因为这个国际 国际物流 反正八九四的还是靠在海用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短期内 都无法改变的 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因为这么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嘛 如果说这个不出口的话 你这个生产力的话 中国根本消耗不了那么多的 或者消费不了这么多的产品 这是什么 对这边还养那个田鸡 就是那个像青蛙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这样的一个生意 刚才过去那个车好像是 刚才问我那个大车司机是吧 那边确实过不去了 没有错 也没有办法是吧 不可不可以 真的不应该走不些办法 我们接着往前走吧 是吧 我们走到那个 走到那个那边 差不多我们就往 往那个镇子上的坡上去走 然后去走向那个 那叫什么石板街是吧 去走向那条街 到这边这个油彩花跌 我们看看是不是 它这个油彩花都是那么 那么一米五六那么高啊 我觉得 当然这里头有跟人一样 有个高个儿 我觉得 长得高的差不多 有个一米六七 那个最高的 平均的话 中位数或者中位数 我们说那有个一米三四 那边的里面好像长得更高 有一米三四那么高 还是那个挺高的 挺高的 不是像现在那么黑 它这个基本我拿的这个高度 它看不出来好像 你拍就看不出来了 这个拍出来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还挺亮 那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刚才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功率啊 应该是那边有条那个老街 旁边有些老房的啊 但是我建议啊 如果说你这个时间允许的话 你可以真的可以沿着这一边走一下 但是大概我会需要两三个小时吧 我觉得大家这样的话可能会 大家如果说本地人的话 可能对这个油彩花啦 对这个水塘啦 什么可能都四空见惯 是吧 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那如果说是外地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很有很有意义的 是吧 因为毕竟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不同的 这样的特点特色嘛 嗯 我们就走到前面吧 是吧 走到前面 然后我们绕一下那个 找一找那个 那个老街的位置在哪里 是吧 嗯 绕过来有这样一条小路啊 在农村啊 就是相对这个大城市啊 甚至相对于城市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的特别的安静 是吧 嗯 尤其现在这个 我们说城市里边啊 就是人口聚集越来越多 慢慢大家可能又不会 产生所谓的城市病是吧 包括巨大的这种工作压力了 嗯 所以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啊 可以真的是在周六周末啊 到周边的这个乡下农村来走一走啊 我觉得要比那个去什么 购物中心了 什么可能可能要那个 效果更好一些 也不光说因为如果说你去购物中心啊 其实还是换了一种这个很喧闹的环境啊 嗯 真的很难去静下心来去思考 思考说这个 嗯 为什么这么做啊 为什么不那么做啊 那如果来这个乡下的话 因为整个的这个环境啊 整个的这个节奏啊都非常慢啊 嗯 这种慢不是说让你什么都不干啊 这种慢就是让你 能够真正的去 去思考 去积蓄力量 是吧 嗯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 来乡下的意义吧 我觉得这一片啊 这一片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游泰花更高啊 我觉得这边游泰花 哇 我觉得那最高那个应该都比 比那个姚明都高啊 然后很奇怪啊 就那个大片的 就没有这么高的 反而是这个 哇 那是不是那一片那个 那个这个 这个地基比较高啊 有可能是地比较高啊 你看这个都很高很高啊 所以你看这个房子 应该是有些年代了啊 就是很久远很古老了 就是很久远很古老了 这个树都发芽了很快啊 几天就老了 又是一年一年一年的龙回 好 沿着这个巷子往那边走吧 看看 因为它这个镇啊 一般镇子上就是一条主街 嗯 然后有些这个 有些 有些 有些两旁一些侧的街 对吧 其实是非常的 嗯 非常的 它的布局都差不多啊 大同小异啊 很简单 哦 你看这条路叫 叫谷公路啊 哎 我大概 那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好多那个朋友说 那些做功课啊 做一下功课啊 嗯 这边应该有 有个 据说啊 据说在那个 楚国时代啊 就开始在这边建行工 嗯 有些房子可能都是七八百年 上千年历史啊 嗯 所以叫这个谷公路啊 有它的一个 一些这个 原油吧 这边还得两块钱啊 哇 今天有点 现在这个这个时间啊 有点像夏天的感觉 我感觉到 这一小店 这边一条路 这边一条路 我该朝哪走呢 往前走走 是吧 往前走走 再回来也行 看一看 因为我一直没有找那条 哦 这是 这个房子也有点历史了吧 哦 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了 这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 那边 那个建筑前面有个狮子是吧 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看一下 是住户吗 不知道啊 我也看看 大概看一下有个狮子的 这上面有这个字啊 叫这个 送府堂居 哦 这应该是个住户啊 上面写的公路之家 是吧 但我觉得它这个 哦 还有特色的啊 这个名居 古镇四多店 四多一般是那个 那个什么 广东里面叫四多吧 就是这个便利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四多和那个四多一样不一样 但这里面我没有没有看到有那个 一些这个卖那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个四多什么意思啊 你看它那个门 门口还晒了一些东西啊 这是什么呀 黑洞吧 啊 应该是黑洞 黑洞 好 我们这往里面走走 看看 这个房子 你看好久没人住了 应该是 好多好年 哎 这边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我看那个 这个 这个也没有人住了 这不是那个庙呀 对吧 是那个庙我觉得像 啊 果然是啊 是那个庙 我们先去看一下吧 这是典型的南方的这个冬天的这个装备啊 洗干净了 应该是不会再用了 今天 这是亮的什么呀 这是亮的晒的米呀 辣椒 哇 哇 这是那个 嗯 庙啊 这个庙叫什么庙啊 看一下 哦 这个有个门啊 叫通会门啊 这个 这个名字起得很很很很很好 啊 这是一个户人家啊 啊 那个梯子我估计 那里边有个梯子啊 那个梯子我估计啊 至少我几十年的历史了 哈哈哈 我觉得可能比我年龄都大了 这个我们先先往这边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吧 一会我们再往那个方向走走啊 我们先那个看看这个庙吧 这个庙叫门昌古宫啊 不知道为什么叫门昌古宫啊 嗯 有兴趣拿来自己查吧 这里边的 好像不大 我们走一下吧 看这个一镇门这个店啊 镇店旁边是有这样的院子啊 哇 这个院子好幽静啊 你看门前有一些 你看这边又是一片大的油彩底啊 嗯 刚才我以为那个是什么啊 那个应该是一个村里的那个镇上的一个公共的卫生机啊 啊 简直也是和我那个古镇的那个意味啊 我觉得应该得绕到那绕到那边去啊 找那条那个石板路啊 这边好像已经没有了 我们从这边有条路我们绕过去 这个卫生间旁边啊 有一些这个停车位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 有些人都搞这个新农村建设了 这个特色 特色乡镇上 我觉得这块 可能也是为了 建设一个旅游 旅游用的这样一个地方吧 你看这一排房子有个标语啊 叫建成大 大什么县啊 我这个字不知道啊 这个什么字 大在县而努力 不太清楚啊 这个什么字 看这边还过不去啊 这片地种的什么 种的是小麦吧 是吧 我以前以为 一直以为种的是草啊 因为确实有些都我不认识 后来有网友说是小麦啊 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啊 就是看看他跟到那个 结那个顺的时候怎么样的 现在好像看不出来啊 这有一个站的中心水场 这个水 水用的什么样的水啊 应该也是这个长江的 直接过来的水吧 因为这边呢 水好多都是那个 因为我们拍过一些这个江边的 这个取水点啊 我觉得这个 水场大概率也是从那个 直接从长江边那边就是 引过来的水 还有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水场 用地下水的肯定不大是吧 因为你用地下水的话 可能这个 这个需要的设备啦 什么可能更复杂一些 嗯 如果用江边的水的话 就会更简单一些的 看我要这么理解啊 这边也是 一大片的油菜花啊 哎 应该应该附近我觉得 会有那个 采蜂蜜的是吧 采蜂蜜的那样 卖蜂蜜的一个地方 肯定有啊 但是我不一定能找到 因为这么大片的油菜花 肯定是有的 你闻它这个味道啊 这个油菜花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挺好闻的啊 应该这样 还有一个特性啊 你看还是 特别的好看啊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有点像什么样的味道呢 然后怎么描述一下 呵呵 你看这有个招工的奇事啊 叫湖北达达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嗯 现在陈吉镇 这是什么村 双院村是吧 一个土一个碗 那个字念院啊 这院就是 院这么结实 院就是这个水围成 水围起来的这个 一个土地吧 双院村 投资新建小龙家 加工厂 呃 现象社会季节性招聘员 招聘那个季节性工人 300名啊 波虾工 波虾工 月薪4000到8000 嗯 这个是到这个 这个村委会可以报名啊 所以说现在也是这个 我们说农业公司 嗯 上班期间公司免费提供中晚餐 呃 年龄 18到55岁 哪里不选 身体健康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思路是吧 慢慢的 我们说的进场不进城是吧 在农村当地就 就解决了 这样 这样一个思路啊 但是这种季节工 嗯 这个标语应该是 这个是个 做什么的 啊 这个是 这个农药的一个宣传 这个肯定是 这是一个银行的标语吧 我们还是 诶 是不是从这边才绕过去啊 这个我们原来是条路往前走啊 应该就走到这个 呃 镇子的另外一侧了 另外的一侧 哇 你看这一片啊 这一片那个 特别漂亮 对吧 一大片啊 这是一大片的这个 油菜花都开了 这个季节啊 就是如果说 呃 当然现在很有名肯定是物园嘛 但如果说 从这个油菜的种植啊 面积呢 我觉得这个 江陵啊 建立这边啊 应该也是很大的 这样一个 一个种植的面积 你看这一大片 尤其这个中午 现在这个日光特别的强烈啊 这个晒起来的这种 特别好看的颜色啊 一大片 稍微 那个我发现就这这边的油菜花好像 相对小一些啊 不知道是不是没没长成熟啊 这边的油菜花也大概就是七八 八十多公分啊 就没到一米一米五的样子 是吧 可能这是 油菜花还没有没有长成啊 后面那那一片可能 高的了 长得比较 比较那个什么时间长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不知道大家有对这个 油菜花种植有了解的 是正是 是都会长到一米一米五六的样子 按说 有的是一米五六 有的是七八十就才熟了 有几乎我们过两天都过来看嘛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边有些房子 但我们就 走不过去了 那边房子好像都是新建的 我觉得是新建的 因为这个镇子的 这个不一样啊 你要是城市的话 看大名字往外建的话 它都用的是周边的这个 农田了 这个镇子上 比如说你往外建的话 可能就是能不能往外再盖房了 用这个农田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片是新建的 我们还是 大概看一下地图啊 我们还是沿着这条街啊 这条街应该是 呃 镇子上的主街 我们还是往那个左手那个花来走 这有一个桥头超市 确实也是恰如其分嘛 因为正好在这个桥头 这应该是那个镇子上 是那条主街啊 基本一个镇子上 就把这个周边这个镇子周边的这个 嗯 聪明啊 居民的这个 巨球啊 都在镇子上就解决了 已经农兹了 这应该是那个香葱 就是那个农充 客用的那种 呃 一个站啊 从低头到荣城 荣城在哪里啊 汪桥连台太马 这这个地方都没去过啊 这个地方都没去过啊 这个地方是沉积 我们现在是沉积 哎呦 这个这个位置叫山桥 山桥 山桥 楼台这个镇嘛 不知道啊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你看这有个这个海湾酒楼啊 这个镇子上 他这个酒楼就有些特色啊 包括他也做这个桌席桥龙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到那个 因为现在在这个农充啊 还有很多都是在流水席嘛 就自己的这个房子往前面办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也会去 在那边帮着去住啊 不一定会来 不一定需要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来这个地方 没有没有那么大的位置啊 没有那么大的位置 住啊 你看还有这个餐具出租 我放大一下 还有餐具出租啊 这样的业务 这条街啊 我觉得好多还是卖这个农充方面的产品啊 因为这个 这个农充这块啊 他不大可能 我觉得啊 这短期内不大可能说 在网上买了什么了 因为你会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啊 碰到好多的问题 是吧 你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种子了 什么和别的东西还不一样 你一旦出了问题的话 他可能就是你一年的这个收成啊 什么这些问题 他不像说这个 你在这个当地嘛 他至少说大家都互相认识啊 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信任感 出了什么问题啊 也能也能好解决 你要是这个 在这个网上呀 可能这也是个问题啊 这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看这个是 这是盖房子吗 盖房子你看 用的是这种 这种木材是吧 木材把这个 把这个凉了什么 这么支撑起来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用好多的这样的木材啊 就把它支起来 这是什么什么样的有点原理 你看这个这个车做的业务是这个飞机打药是吧 拨种啊 杀杀这个杀飞是吧 现在 现在这个机械化呀 尤其这这边这个平原啊 哦你看在这儿啊 卧人机打药拨种 化肥啊 这个 这个这些年好像 我不知道头千年啊 以前没关注啊 好像有这个 很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越来越来越用这种鸡血化的东西 啊这有一个古镇中华市场 这好像才有点这个 所谓的餐鸡古镇的味道啊 你先看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 一个规划 规划的一个地方 可能后来 还是种种原因吧 对吧 种种原因 没有这个 没有把它那个 用起来啊 这边有个古镇铝店啊 你看下面是一个 设标处啊 就是到广州虎门深圳啊 这个方向看过去 这边有一个 前级农贸市场 这个市场好像也 我们进来看一眼吧 市场不知道用没用啊 哦 这个后边呢 不就是那个 我们刚才过的那条桥吗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些 那些那个 那些老房子是吧 不知道在哪里啊 就是周边这些房子吗 觉得不是啊 不像的这边 哦 刚才我们来过这啊 来过这 可能是那边是不是 我们找一找 这有一个成绩中学2020届中考的喜报 是吧 现在好像 如果这个中学初中学习不好的话 他都 学校可能就不太建议你 去参加总考 因为会影响他的一个 一个升学率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个 嗯 是不是学校都是这么会这么操作 所以也是啊 你看这个 2020季啊 嗯 前年的事啊 嗯 数十年一个努力吧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前面的那个 我们过去那条 那个桥啊 一条河 我觉得这河现在啊 就是 嗯 确实这个 治理这个水体污染什么 我觉得它有效果的 你这个河 起码 我们先不说它有多么清澈吧 起码说这个 你没有那种 我不知道以前啊 可能也忘了 就是那种这种水沟那种排屋啦 化工啦都排到这个这个水水水水水水水沟里头是吧 你一走过去那种 特别刺激的味道 现在 尽量的味道是没有啊 这个水看上去也还是 也还是比较比较清澈的那种感觉 嗯 这是一个裁粉店啊 你看这个老师傅 还有那个银银银啊 不知道在做什么是吧 很有历史感 这个建筑不知道干什么啊 这个建筑 你看像是个火炬的样子 旁边有个小学 这个建筑可能是最早也是小学 后来不用了 这是建立寺城际小学 现在我们能听到里面 小学生读书的这种朗朗悦耳声音 可能过些年他们读书中高中 是吧 走到大的城市 然后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后 可能再站到我这个位置 再重新看自己原来的学校 我觉得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感受了吧